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改革进程当中有一个部分是非常重要的 那就是邪好转网 其实在这一个改革进程当中 有很多个环节都是非常重要的 大家经常提起有邪好转网 还有提速降费 这些都是跟小伙伴们切身利益有关系的 而且也加强了运营商之间的良性竞争 对我们来说是一件好事 毕竟这样就会有很多优惠和更加优质的服务 但对运营商来说 可能会是灭领之灾这么严重 截至今年2月 三巨头的用户数量比重分别是 移动59.6% 连通20.5% 变信19.9% 其实由此就能看出 作为一直的龙头老大 中国移动本来在邪好转网的过程当中是占据优势的 但是机情况却不是这样 其实有调查显示 虽然中国移动在用户群体方面是大赢家 但在服务质量和态度方面并不是特别满意 尤其是之前的几个套餐 可能有很多小伙伴们叫苦不迭 所以这次转出的用户群体也是移动最多 如果这部分改革真的实施的话 这个老大哥真的会处于最不利的状态 其实很多小伙伴们也说 那么中国移动的用户群体会不会出现大规模流失呢 其实不会 虽然最近移动公司发布了很多优惠政策也是反响平平 但在现实中 很多小伙伴们对移动的依赖还是很大的 而且为了好好地应对这次改革 移动之间想到了很多办法 甚至还推出了新的投诉途径 考核督促相应的封公司 虽然现在没有太大的水花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效果这样会非常明显 怎么样小伙伴们 你会带着自己的手机号转网吗 好了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更多精彩尽在凯特大创艺 小文在这里等你